三星級溫泉飯店 日式木造建築 坐落苗栗 泰安山區 網路上有三點八顆星 兩千多則評論 不過警方卻查出 台中彈子槍擊命案的主嫌 就是這裡的員工 還擔任餐廳主廚 他平常為人怎麼樣 他平常都很好 跟我們同事 那些大家像中很好 好好 他在休假的時候 陪台中 後來我們才 昨天才知道發生小事情 嫌犯林姓男子到飯店 任職大概兩年時間 平常工作表現跟同事互動 都很正常 但員工對於他的私人交友 狀況都不了解 會讓開忙嗎 沒有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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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四十一歲林姓嫌犯 是台中大理人 平時都住在飯店宿舍 但警方前來搜查 發現他根本沒有回來 一路逃亡到台中太平山區 判警區 刑警五渡地毯是搜山 發現嫌犯駕駛的銀灰色B&W 但人卻消失 也沒找到強支子彈 事發二十四號 當天死者照常經營滷味攤 而媽媽也到場幫忙 沒想到兒子中誕生亡 反而就好好的 媽媽跟我講 所以說要很好 他也是有真式交往的女朋友 他們已經交往十幾年了 疑似兇嫌不滿前妻 跟死者增信老闆 有往來才犯而下手 但死者親友說 他早就有一個交往十多年的女幼 到底真相是什麼 只能等嫌犯若妄才能一一抽死剝解 記者 黃金門 黃翔夫李雲杰 美麗台中採訪報導